真的太离谱了 我们下飞机的时候遇到了两个检疫人员 上来说要检疫一下 然后让我们先不要动 然后呢就耽误了一些时间 结果我以为下飞机就结束了 结果下飞机的时候又遇到抽检 抽核酸检测 然后我又被叫到小房间去抽检 就是咽喉的这个筛检 要走了 加油 你为什么要拿个这个呢 都不抱个我 保重 平安 不会回来的 保护好自己 好吧 我觉得我会平安的对吗 对啊 拜拜 送到这里就可以了 拜拜 为什么在这个图头上过去呢 那咋办呢 那你又不陪我 因为我不敢去 把你抓走了到时候 好啦我走了 拜拜 到高铁去桃园机场真的很方便 座位空间很大 可以直接放行李 非常安静 没人大声讲话 哈喽 大家好啊 我已经到机场了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会这么快的又来机场 看一下 人还是蛮多的 尤其是我在这个T1航站楼 他们就是出发去大陆的航班非常的多 刚才一路上搭下来还是蛮顺利的 就是从我的家附近就有一个捷运站 然后捷运站直接搭到高铁站 在高铁搭到桃园 桃园再搭捷运就到机场 总体来说还是蛮方便 这应该是我第一次一个人来桃园机场 我老公没有送我这次 我现在呢已经安检完了 我真的没有想到非郑州的人可以这么多 大部分应该还都是台湾人 拿的是台湾的护照跟台胞证 所以还蛮诧异的 既然有那么多人要飞郑州 去年的那个富士康不是出了一个很大的事情吗 但是好像今年的这些可能都是去富士康的 不然的话我觉得郑州也没什么好玩的 每次自己一个人回家还是有一点觉得孤单 但是没办法 还是要把该做的事情做完 不过我这次回家时间很短 几天我就会再回来了 希望在大陆的事情一切都顺利吧 那我就要走了 骑飞了 拜拜 拜拜一会见 这边的桃园机场还有蛮多的 刚才真的太离谱了 我们下飞机的时候遇到了两个检疫人员 上来说要检疫一下 然后让我们先不要动 然后呢 就耽误了一些时间 结果我以为下飞机就结束了 结果下飞机的时候又遇到抽检 抽核酸检测 然后我又被叫到小房间去抽检 就是烟 烟壶的这个筛检 所以真的要来大陆的 台湾朋友们 你们真的要 你们真的要注意 就是有这种状况 然后每一个像郑州机场 每一个人他都会问 你来大陆干嘛 然后像我的话 他就会问你去台湾干嘛 然后我当时真的想翻了个白眼 我真的是又愤怒 又难受 等一下回去再聊吧 我现在已经终于到高铁站 差一点就赶不上高铁 那个速度非常慢 我本来想说 已经到高铁站门口 我可以解放了 结果我突然想起来 中国的高铁站是要 是要是要安检的 真的很无语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外面小姐姐 看到这个熟悉的背景 就知道我又回来大陆了 今天呢就是迅速的赶快把那个房贷利率 降息的事情办了一下 需要我本人亲自到场签名 按手印 很顺利的完成了 我就是今天在这里 就是跟大家聊一聊我回来的感受吧 因为这是其实四个月前六月份 我刚回去过 然后这次回来也是比较仓促嘛 但是没有想到还是遇到了蛮多的事情 那具体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说要来大陆旅游的台湾人 其实也可以稍微的注意一下 哪几件事呢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下飞机不是完全不用做核酸了 这次我觉得真的很差异 因为上次我飞上海没有做核酸这件事情 但是这次呢我是直飞到郑州 刚下飞机大家已经就是飞机已经停稳了嘛 大家已经在拿行李的时候 然后就突然听到广播声说 请大家把行李放好坐回座位上 待会儿我们会有检疫人员上来检查 我当时一脸懵 但是咱也不敢问呢 咱只能乖乖的坐在位置上 然后这个时候上了两个女生的检疫人员 就从通道的最前面走到了后面 我也不知道他检查了什么 反正就这样走完了以后呢 他就下去了 然后下去了以后呢 我们就也陆续的拿行李下飞机嘛 结果又出包了 结果就是在上了一个电梯之后 我就突然间和那个和一个工作人员 眼睛对上了 哦天哪 对上了就要不得 他说小姐请 这边请我们需要给你做一个核酸检测 我就是那批整批航班里被抽查到 要核酸检测的旅客 我当时内心就觉得很莫名其妙 为什么疫情都过去这么久了 为什么还要做这个 而且还是要抽查的 而且我又那么碎刚好抽查到我 然后我们进到那个抽查的核酸的 那个检验室里面 他会让我写一个知情同意书 是没得拒绝的哦 其实我当时很想问我一定要做这个呢 我一定要做这个吗 我可以拒绝吗 但是不知道可能是我的恐惧 还是我的奴性突然间上来了 我就乖乖地签了字 然后做了核酸 当然他那个核酸是用嘴巴的就随便弄了一下 也没有很认真 然后就走了 走了之后呢 下一步到护照检验的时候 在护照检验的那个区域 每个人都会被盘问 我上次飞到上海的时候是没有的 然后如果你是台湾人的话 他就会问你来大陆干嘛 然后我前面有一些台湾人就被问 因为他们的声音很大声嘛 有一些大陆人就有一些工作人员就问 来大陆干嘛 然后有的人说我来旅游 有的人说我来探亲 然后我就想说我嘛 因为我回国了肯定不会被问啊 我就是回自己的家 结果呢到我这里变得不一样了 他竟然问的是你去台湾干嘛 当时我一下子脑子有点没反应过来 因为我内心预设的是绝对不会问到我 因为他不会问我说你回来干嘛 因为回来我就是回家嘛 结果他问的是你去台湾干嘛 然后就说我的爱人是台湾人 因为我们这边讲老公都说爱人 然后他就OK他就放我走了 在这走了之后呢 然后就是等出行李嘛 等出行李也等了蛮长的时间 就是这一路上有点过五关斩六将 就是像我不是住在郑州的 可能我还要买返乡的高铁票 所以我没有提前买这个决策 真的很对大家注意了 如果说你不是直达的那个城市 是你的目的地 你一定不要先买高铁的票 因为你入境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 无法估算 因为我最开始想说应该半个小时够了吧 完全不够 我算了一下差不多要一个小时的时间 才能完全的 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才能完全的从机场出来 然后赶去高铁站 今天分享这个的意思呢 就是给要来大陆旅游的台湾人的 一点点建议 你们真的还要来吗 我是带着内心的一点点的小恐惧 一点点的害怕 尤其是对于被迫做核酸这件事情 我明知道不应该 但是我好像有没有拒绝的理由跟权利 嗯 好啦 其他的也不能讲太多 感谢大家的观看 这几天在大陆的所见所闻 我也会陆续拍片给大家看的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